今天酒店的早餐算是豐盛的 也就是只有这些 其实这儿的早餐也几乎就是这些面包 然后酸奶 然后加上肉饼 鸡蛋 香肠 烤了个便宝片 喝的呢大概就有一些咖啡 今天有热巧克力 就我来说啊 我觉得就是有点顶 还是东方的常位不太适合 嗨大家早 我们现在在金曼这个城市 昨天晚上开到了六点半的样子 昨天开的是WEST40这条高速公路 限速75 大车很多啊特别不好开 然后这块呢也有很多大车停 这就是我们住的酒店 就在下高速的附近吧 找了一家这边酒店还挺多的 这边我刚才查了一下 这座城市有美国66号公路的纪念馆之类的 感兴趣的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今天是我们在美国的第七天 计划是从金曼到达约苏亚树国家公园 之后开回洛杉矶 我们的旅行已经接近尾声了 前六天我们落地洛杉矶直奔拉斯维加斯 之后经过西安国家公园到达佩吉 在佩吉用了一天时间去了趟纪念碑谷 简短的去了葛兰峡谷公园和马蹄湾 递而到达大峡谷国家公园 从大峡谷国家公园出来到达金曼休息 今天就是我们从金曼开始的旅程 最开始出发是沿着40号公路走 这段路仍然不好走 有一段大家基本都是沿着最左侧的超车道在开 路从中看到了标志 表示我们已经从亚利桑那返回了加利福尼亚 路两侧也从比较坚硬的山石逐渐过渡到了沙漠 说是沙漠 但跟我传统印象里寸桃不生的沙漠有很大区别 植被很茂盛 但这很长的一段路都没有什么好的景致 直到从40号公路开下来开上66号公路 我们在对面发现了一个石狮子 哇 这是什么地方呀 那上面还有涂鸦怪吓人的 对啊 能走过去 你拿你那个相机调一下 别走了 帮我走 太远了 啥字没有 对啥字没有 至少我这个角度看不见字 其实我挺想去看看的 我也很高兴 下大雨了 关键事 这是一个废弃的学校 曾经66号公路辉煌石 这还有废弃的 这边好多废弃的 这个碑 这是个纪念的 服务区是吧 对 82年代 这是个纪念的 服务区是吧 美国66号公路是美国母亲之路 1926年开始修建 直到1938年铺设完成 由芝加哥一路连贯到洛杉矶 还经历了1930年代的沙尘暴灾害 历经了经济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来又成了去洛杉矶度假的首选路线 几十年间 不论是对人口迁徙和经济发展 66号公路都起了非常重要的连接和运输作用 在周际公路兴起之后 重要性逐渐被取代 利用率降低 在1985年被正式从美国国道系统中删除 现在66号公路两侧的一些建筑和设施 已经成为了有历史价值的景点 这里的设施都是按照上个世纪的样子保留 就像时间在这里凝固了一样 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想每个人都会停车驻足的吧 不同于公路两端的热门打卡标志 路途中的这里 才是人们相遇和离开发生故事的地方 我们继续向南出发 这居然是一个湖啊 在地图上明确标明这是个湖 大概是个沼泽吧 反正我们也不清楚 都是查资料吧 对 Gristal Lake 对 但其实是一望无影的全是泥土一样的东西 对 这可能是岩藻地 所以啥不啥 对 然后他们那些可能就是用来晒岩的那边岩场 应该是 嗯 就说实话你也知道这个沙漠 这沙漠之所以是沙漠 就因为它很少下雨对不对 点儿也挺正的哈 这么很少下雨 常年都是干旱的一个地方 我们赶上了一次雨 哈哈哈哈 中间还会经过沙漠中的村庄 这里公路两侧完全是沙子 在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的入口附近 有个沙漠里的小镇住在这儿也行 这个村庄在两侧的道路上有很多这样有意思的信箱 再往前开就正式进入国家公园里 这里也可以用国家公园年卡 这雨下太大了 好不容易来这里还感受下雨 哇好冷啊 我觉得这里好像更适合徒步一点 有非常多的徒步的点 这就是一个点 都是打石头 就这样了是吧 这路营好棒呀 哇这还有个 在这吃饭 简直让我惬意死了吗 不下雨我们就可以坐这里吃了 我们来沙漠景观 但是这赶上的下雨 在这 这个沙漠 你看 这有个牌子 夏天的这时候 这应该挺热的 100度 38度 天哪 走吧 今儿个零下 这里就是停下来到路边 来拍拍这里的树 应该还有很多小动物 对 可以 我这里可以走进来了 其实这里有好多路 就是 哎呀就下雨 还挺酷的 还有树的尸体 看那个非洲动物大迁徙 动物世界里好多这样的镜头啊 它是中空的 里边应该可以有动物生存 又换了一个位置 就全是大石头这边 正常都是可以往里走的 我这还有个烧烤架子 那边已经有房车在露营了 这一片就很多都是这种 大石头 这晚上是可以过夜的 这度假生活也太爽了吧 不知道啊 这是厕所味还是这个味啊 这没厕所呀 就是它 哎呦 我不能说它臭 我说它臭 哇 里边就没有栏杆了 可以走了 这边一片都是 就是味道有点浓郁 这个味道怎么说呢 它还会开花 那个黄色的应该是它的花吧 非常可爱的植物 散发着厕所的味道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场景好奇异啊 哇更臭了这边 哇塞 不能呼吸 你再往前看 感觉我们没有在地球上 对 你知道吗 我觉得下一秒 这些花就要把咱俩吃了那感觉 你知道吗 恐怖故事 恐怖电影就要出来了 不要摸它 不能有宠物这里 在公园入口处 照例拿了一份地图 地图上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是野餐徒步和露营的标志 我觉得这个国家公园地势比较平坦 但地貌变化很大 很近的区域可能就是不同的景象 很适合露营过夜 然后在这里徒步啥的 但我们时间有限 左边这一大部分区域都没有过去 只是开车沿着这条路一路穿行过来了 再加上下雨 这个国家公园我们算草草了 是没有尽兴 这个高高细细的树 这块好多 就好多这个东西 看 这里全是 这个是开红花的 但现在冬天肯定不开 没有刚才那个植物多 这个还是稀稀拉拉的 这边就变成了这样 前面都是圆滚滚的石头 那边不让停 只能停在这边 好多这种树 这地质好不一样啊 变化好大 但是这里边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你也闻到了是吧 这不知道啥味 确实不知道啥味 确实有股意识爱的 嗯 我拿到你的头去拿到 这里有人开车进来吧 我怀疑 还是这也都是动物脚印啊 这不是动物脚印啊 这是人的脚印 这是经常有人走过的 它那个下雨和风 黄黄的草 马上就要出去了 变化好多呀这里 这个植物被烧过了 还挺好看的 哇 这里曾经有过一只伤心的小狗 他把玩具丢这里了 你说晚上就在这露营 会有人驱赶吗 会 逮着你送 会罚款 对去的区域他都不让你在 对好 对好 这里是有银地的 对 人家已经给你设定好了 你还要乱来呢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从约树亚树国家公园出去 我们就一路往洛杉矶开了 接下来就分享我们人在洛杉矶的窘途 这评论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